曾国藩有高明的识人之术,却在选女婿这件事上看走眼,几个女儿都婚姻不幸,命运坎坷,有以三女儿曾继琛未慎。 曾继琛又识,曾国藩便为他奠下了娃娃亲。 对方是曾与他共创相军的好友的儿子罗赵生。 好友战死后,为了能替好友尽妇被职责。 身在浙江的曾国藩给弟弟写了家书,特意叮嘱三女儿定更之事。 必须于京东明春办之,请两弟为我代办。 1862年4月,曾继琛与罗赵生正式成婚。 婚后,继琛恪守妇道,严守嘉峰,齐劳节俭,孝敬翁姑。 然而他却贪善一位恶婆婆。 不到一年,夫妻感情就出现了裂痕。 面对女儿的委屈,一生奉行三纲五常之道的曾国藩,以传统道德训诫他,要忍耐顺受。 并专门就此事写信给儿子,让他劝劝妹妹。 信中说,尔当尊主三妹仍顺恭敬,不可有骗人为逆,夫虽不嫌,妻不可以不顺。 尔尊却辱妹,要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。 曾国藩一方面做女儿的训诫工作,一方面审视自己选定的女婿。 苦苦思索后得出结论,女婿家教不言,是由于他母亲的监督和教育不利。 于是,曾国藩决定,把女儿和女婿,带到金灵亲自教育,并亲书忍静二字。 希望女婿读书上进。 希望女儿谨守复道。 不要怨恨。 在言诗调教下,女婿终于有了改进。 恰好女儿又生了儿子。 一时皆大欢喜。 熟料。 不幸再次降临。 曾国藩奉命北上之日。 女儿、女婿也同时邪幼回乡。 就在登船的时候,水陆军举炮为曾国藩送行。 齐声震耳。 久而不绝。 女儿怀中幼子依受惊夭亡。 突然遭此不幸。 既称深受打击。 后来。 她又生了个女孩。 更为罗家骑士。 夫妻关系更加紧张。 无后即不孝。 既称谨遵祠礼。 立劝丈夫那妾。 并先后为其张罗那张氏,红氏为妾。 就在红氏身怀有孕时。 罗赵生墨于妇任途中。 十年四十三岁。 丈夫早逝。 三妇终日以泪洗面。 悲伤之余。 既称常常婉言见为红氏。 希望能保重身体。 如能生一子。 也可为罗家传宗接代。 不久。 红氏果然生下一父子。 既称为此子取名长涛。 虽然出身于宁门望族。 但既称一生勤劳节俭。 按其家训每日操持家务。 事无巨细。 必恭亲之。 对红氏。 张氏亲如姐妹。 对长涛。 赤如己出。 亲自受教。 希望他能以祖父罗泽南和外祖父曾国藩为榜样。 要忠厚裴心。 要和平养性。 要施礼其后。 要勤俭持家。 若冠之年。 既称为长涛取亲。 1912年。 长涛生一子。 三代同堂。 三父深感欣慰。 从年十月。 既称陈眠病态。 久不能欲。 弥留之际。 他嘱咐长涛夫妇。 他日光我罗门帝者。 必是子也。 如等一息心叫让之。 必成大气。 生于封建社会。 三纲五常。 三从四得。 剥夺了曾继称追求幸福的权利。 然而。 婚姻中如果没有坚韧。 那么。 不论娶谁嫁谁。 恐怕都只能是一件错误的事。 有趣。 有料。 有深度。 与。 来源百家讲谈杂志。 给修行与 Cant绎延线。 千年川将这么快认为。 感谢观看